好,那首先我们来进行模拟器的安装 那请各位同学开启您的Play商店 在Play商店这里呢 我们输入AETHERSX2 进行搜寻之后呢 您就会找到这一个蓝色方块的 EtherSX2的模拟器 那请各位同学点选进入 进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模拟器呢 只是抢先体验的版本 我们直接点选安装 安装之后 请各位同学先将您的蓝牙摇杆 与手机进行配对 好的,我们将蓝牙摇杆配对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到桌面之中 回到应用程式商店的页面之后 请各位同学直接点选执行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 AETHSX2的欢迎界面 那我们直接选择下一步 在抵达设定的提示页之后 请各位同学保留预设值 就是呢 效能并且呢 是安全的预设选项 请各位直接点选下一步 在接下来我们会进入 Import BIOS的页签 那请各位同学 告诉系统您准备好的BIOS档案 置放在什么地方 档案汇入完成之后 我们再选择下一步 接下来告诉系统 您的游戏目录 置放在什么地方 应用程式会要求权限 我们选择允许 完成之后我们再点选下一步 系统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finish结束安装 设定完成之后 系统会进入游戏列表 如果您的游戏列表有出现 那就表示您的游戏目录 是有正确指定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模拟器的设定 由于这一套EtherSX2 是依据PCSX2所沿用过来的模拟系统架构 所以在模拟器选项方面 几乎与原生的PCSX2一模一样 只有少部分的进阶设定 目前这个抢先测试版中还没有实现 所以想要进行进阶设定的同学 可以参考我们之前针对PCSX2的一些 进阶设定的讲解影片 您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选项 找不到选项的部分 就是我刚刚说的 目前抢先体验版 他还没有完成的那5%或10%的极少数选项 那请各位同学选择 All Game左手边的三个横杠的图案 开启选单页面之后 请各位同学选择Controlner Setting 如果您跟我一样是使用插盒子的摇杆 目前你的摇杆键位是完全匹配的 我们在Touchscreen的夜线这边 关闭我们的虚拟键盘 这边有个自动隐藏 TouchscreenControlner 请各位同学将它开启 另外如果各位同学 您摇杆的按键想要进行设定的 您可以选择GamePad 在GamePad的夜线之中 您可以调换您的AB钮或XY钮的位置 那在这里我不进行任何按钮位置的更动 完成之后我们再返回主页面 返回主页面之后 我们再一次的选择这三个横杠的图案 请各位同学选择App Setting 在App Setting这边 请各位同学将上面的选单列往左拖曳 您会看到BIOS的页前 我们点选进入 如果您跟我刚才一样 没有成功的汇入正确的BIOS档案 您可以在BIOS的页前这边 与刚才在引导设定页一样 进行BIOS档案的对应位置汇入 那因为我已经完整的汇入过了 所以呢目前我的BIOS呢 有霓虹国的欧罗巴的 还有米国版 汇入正确的BIOS之后 模拟器在执行游戏时 它会去选择它对应的BIOS档案 来进行游戏的开启 那确认完控制器 还有游戏都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游戏的测试了 在进行游戏的测试之前 我们必须先跟各位同学报告 依照Ether SX2在Google Play商店 所列述出来的系统需求 明确的告诉我们 您的处理器最少是需要 小龙845以上的版本 而我们影片中测试游戏 所使用的处理器 是小龙855 Plus 依照这种刚好跨过系统需求线的硬体 如果我们依照模拟器的预设值以及原生的分辨率 您会得到相当好的模拟成果 平均帧数大约在50帧以上 而PS2的原生分辨率在5.5寸的手机上 看起来也不会太过于粗糙 相较于之前市面上其他PS2的模拟器 Ether SX2的模拟成果可以说是令人十分的惊艳 我们在影片中勉强的使用小龙855的处理器 进行了两倍的分辨率 以及抗拒尺、宽荧幕 还有其他图形相关的选项调整 尽管让系统额外的负载许多运算项目 模拟出来的成果也有30到40帧以上的效果 关于这样子的实测成果 各位同学就可以参照您手上的硬体 来进行相对应的调教 那在前面的片段也有提到过 Ether SX2的选项与PC SX2是几乎雷同的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参考我们影片说明区中 所列示出来过去PS2的教学影片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来调整出 符合您手机的最佳设定值 另外我们这一次实测的三款游戏 分别是鬼剑仇3、战神2、铁拳4 虽然我加开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模拟出来的成果还是非常不错 另外针对铁拳4系统黑线的部分 我们有做对应的选项调整 来将垂直黑线打消 不过针对战神2的部分 多边形光影的重影 在目前仍然无法去除 而无法去除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对应的选项 可以进行设定 类似这样子的模拟情形 我们就只能等待正式版8步时 再来进行相对应的调教了 这一期的节目 由于是赶在抢先体验版发布之后 想尽快让各位同学能第一时间入手测试 所以我们只做了简单的说明 也请各位同学多多见谅 另外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 对您模拟怀旧游戏有所帮助 欢迎您加入赞助者的行列 有了您的支持 本频道将走得更远更长久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